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观今天的获利方程式 在周五的期间 枪权指数中场以下跌15点做收 后续的盘式格局 我们曾经跟大家报告到说 大盘在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你也不用急 他在時間波RSPE還沒助長的狀況之下 頂多就是小漲小跌去醞釀下個禮拜一開始 周線剛好是六重為變盤轉折 非常有利多頭在那個時間發動一個攻擊起始點 利用這三年時間額外醞釀 額外擴底 反而有利於加權指數一個比較明顯向上漲的談生 其實昨天劉老師也跟大家在倒數了 已經看到逼近自習量很潮了 現在只是數什麼時間會逼近多頭強勢攻擊起掌 昨天跟大家提醒到72小時 因此如果是以今天來講 那劉老師就會提醒到大家另外一波行情 我幫大家數到了48個小時 盤氏格局馬上要發生一個比較明顯的變化了 昨天加權指數小漲13點 今天小跌15點 又跌回去了 那我想在這個盤氏格局如果你可以掌握 劉老師在這幾天跟大家報告到的主軸 來 劉老師曾經教給大家一個非常有用 劉老師的看盤密集 好 黃金屬1 2 3 4 5 6 7 8 9 剛好是這根K線 好 所以下個禮拜回來加一根K線在這裡 那他的扣底值在哪裡咧 多頭最容易有一個明顯攻擊的掌勢在哪裡咧 我認為下週是有利於多頭的 可是日線圖上面最容易發動攻擊起始的位置點在哪裡 好 這是禮拜一 這個是禮拜二 這是禮拜三 這是禮拜四 好 這是禮拜五 好 同志朋友 劉老師已經把我的看盤密集分享給大家了 那下個禮拜的下半週 非常有利於多頭向上攻擊 強的股票上半的時間就會發動了 我們要領先市場趕快把這些股票挑出來 好不好 那因此關於大盤 劉老師認為今天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看盤重點 我先簡單的交代喔 在今天一整集的節目當中 會持續貫穿幫他解析喔 我認為這個647億元的成交量能出來了 這個畫黃色圈圈的設施絕對是一個重點喔 好 第二個 劉老師測標上面是不是寫了335破底磚頭 加空一波到底 好 什麼意思咧 有很多的投資朋友不懂得波浪理論喔 總之他的意思是說8089不是高點 那我們趁著大盤過這個高點之前 你趕快要把未來會帶領大盤公主 身段這批股票把它挑出來 好 也許投資朋友可以感受到說 投資朋友連續的9根黑K啊 我跟我朋友開玩笑說 嗨呀 九因白骨爪 這個盤式格局看起來 是一個千點的空投行情即將要啟動了 對 剩下700億元 600億元 你每天都還要去當充 然後沒有辦法去繳錢 只好自己斷 這個砍在尾盤 每天都是自己選擇殺尾盤 殺在一個轉級低點 當然會資金越做越少 你股票要做這麼短嗎 好 找下一波有些進入主身段的股票 剛好有低點這裡逢低進場布局嘛 好 那所以有很多投資朋友認為 這個盤式格局出現600億的成交量的人 認為沒有行情 好 那我只想跟大家報告 好 投資朋友這裡有一波非常大的行情 我的看法跟你不一樣喔 日線圖格局已經出現了五重編盤轉折日 那周線 導播我們take一下近一點點喔 1 2 3 4 5 10 這個轉折高 6 7 8 是這個轉折低 好 9 10 11 12 13 好 這裡又是另外一個轉折低 距離70 50 起漲 21週 距離這個轉折低點剛好34週 距離8 170 這裡55週 日線圖的五重轉折 加上周線圖上面的六重轉折 我只想告訴大家 好 投資朋友 大盤非要到表態不可的行情額 下個禮拜隨時那個變盤轉折點到 絕對有一波行情 那你一定要把這個行情的脈絡 把它掌握起來 好 那你自己心裡不要亂 你不要說每天衝來衝去 如果是主身段 你盡量把這整個波段 有波段類似像伊隆電五成長 是股票頂先市場把它挑出來嘛 所以一開始的時刻點 劉老師簡單的跟大家報告 我認為大盤 劉老師今天花很多時間跟大家報告 可是只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 8089 不是高點 它是波浪理論的335波 破裡穿頭會嘎空一波到底 第二個 量說遲疑 這邊價穩量說 好 那有很多投資朋友認為說 沒有量反而大盤漲不動 那劉老師問大家 好 假設沒有量 假設宏達電都是六七千張 4月15號資建最後回補 你每天六七百億元的這個大盤成交量 我問你九千張的空單你要怎麼樣補 空單是不是一路追加上去把這個股價嘎上去 馬上要資券回補了 聯發科九千張空單你要補在什麼時候 友達的五萬張空單 群創的五萬張空單 如果大盤沒有量 你空單要回補要不要嘎空一波到底 所以投資朋友沒有量 反而大盤容易發生一個短波軋空的盤勢格局 那因此我認為現階段所有的功課 應該是要去挑在第二季 有誰有辦法引領著大盤走出主身段 好 那你想辦法把資金集中到這些股票 去掌握這個獲利的價差 應該是你現在的一個操作策略好不好 那因此投資朋友如果你心情還很慌亂 還不知道怎麼樣去掌握到 後續布局行情的投資朋友 我想這個禮拜六禮拜天 我們這個335破底穿頭 軋空一波到底第二季主身段行情當中 你還找不到布局方向的投資朋友 好 禮拜六台南高雄 禮拜天的台中台北 那這場演講會你真的不要錯過了 廖老師接下來第二季我要結婚了 那因此呢經過了這一次的演講會 好 可能再見面就是下半年了 這3個月唯一一次的演講會 你千萬不能夠錯過 好 大家都知道 廖老師不會心意辦循迴演講 而且這個演講一定是非常關鍵的時刻 像這裡有一個5重周線 日線6重轉折加起來10重11重轉折 後面絕對是一波大行情好不好 想要掌握紅包的投資朋友 你自己一定要積極注重一點了好不好 那這份資料我會在演講會的時候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的動作 那投資朋友這些 怎麼樣利用這一波行情 去複製第一波宏達電掌5層 第二波義龍電掌5層 那第三波你要掌握什麼樣的一個操作機會 好 廖老師這個資料 你一定要打電話先把作為預約起來 沒有預約的投資朋友 我們把資料保留給事先預約的投資朋友 好不好 但是我認為更重要的是投資朋友 那有些觀眾朋友是沒有辦法到演講會會場的 那我認為有一些非常明確 我應該在節目當中跟大家報告的主軸 買股的一個方向 我可以在演講會會場講得更清楚更明白 但是投資朋友 來 原本3月27號自動生效的檢視方案 這是有可能造成美國股市全球股市的崩盤 可是昨天的眾議院已經通過了 9840億美元的一個法案 那這個法案提供了美國政府到9月之前 所有政府的運作資金都不會再有任何問題了 所以我想投資朋友市場上面多多空空 向賽普勒斯項3月1號的時刻點 不是自動檢視生效嗎 後來有沒有先擱空一波到底 媒體都沒有告訴你說3月27號 才是檢視方案的一個重點啊 好 結果先擱空一波向上 等到你補空的時間點反而殺了9根黑K了 所以劉老師在跟大家分析 真正經濟面決定影響性的因素 投資朋友媒體都落後了 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才會告訴你 那我認為接下來你的操作策略 會非常簡單 那第二季應該是主身段已經沒有疑慮了 你現在要定定策略怎麼樣集中資金 好 利用這一波的主身段 那去想辦法複製TPK漲130塊 像義龍店一口氣漲5成這樣股票 把它找出來 好 那劉老師有全新的三檔 TPK第二 義龍店第二 群聯第二 我會希望這一波艾西設計股 可以讓你把資金有效集中的一個動作 那做一個有效反敗為勝的動作 想要知道這幾張股票投資票 你真的不能夠再錯過這一波的行情了 那第二個重點是 好 投資朋友 那基本面這裡是我認為非常明確 這告訴我們說第二季是一個向上主身段 你一定要買股票了 可是方向在哪裡咧 昨天我們跟大家提到聯發科 已經來到一個指標背離的位置 現在只剩下交叉了 今天聯發科有沒有跌 好 昨天的利空消息 投資朋友 這張股票叫3697的成星 好 如果合併案有任何生效餘地 你沒有發現成星連跌都沒有跌 那你認為聯發科跟成星合併的議題 會因為韓國的阻擾會不通過嗎 好 那昨天已經預告RSV今天是助長了 好 地檔區已經確認交叉了 那我認為差一天就會差非常多 那你因此四月上旬 尤其在今天北美半導體BB Ratio公布1.1 我會跟在二月下旬的時間跟你預告 翼龍店要噴出一樣 BB Ratio 1.1代表說 我這個月出訂單接到了100美元 我下個月額外接到訂單 會變成110美元 等於這裡我們已經看到 四月上行營收公布之前 會有一批IC設計股 會再噴出類似翼龍店 三根到五根以上漲停板的股票 那你一定要想辦法把這些股票給挑出來好不好 好 投資朋友其實有些股票不等人喔 當劉老師提醒到你說 紅打電在這裡已經落底了 大盤也就在這前後落底了 小紅打電已經一根漲停 兩根漲停 那在今天為止還創下了一個短波段的一個高點喔 已經將近拉開三根漲停板的一個短波 攻擊的一個價差 那你如果你想知道這些股票的一個方向 今天在創下了一個短波段 一個新高的一個高點喔 那我想大盤在這裡 這一個禮拜的時間 這是18號19、20、21、22 還在一個橫向盤整 在低檔區橫向擴底 投資朋友有些股票已經漲兩層了 你一定要想辦法把這些股票給掌握起來好不好 那想要跟著劉老師去掌握這一波航行的 三個月以來唯一的這一次的演講會 你千萬不要錯過了喔 好可是沒有辦法到演講會的投資朋友 我認為 是不是你直接跟劉老師的服務人員 搜尋一張持股診斷表 好 那有辦法到演講會的投資朋友 你把你手上有任何股票問題 我們一併到演講會來做一個解決的動作 把它填好 那劉老師在演講會會場 公開為大家解析 但是沒有辦法到演講會的投資朋友 我認為更快的方式是 你把操盤室的手續把它辦好 我會一檔一檔看著你手上的一個股票 好 那做一個持股有效集中的動作 比如說宏達電 那接下來怎麼樣去掌握宏達電一個波形之後 去掌握加減碼有效反擊的動作 好 那我會秉持過去的一個理念 從這邊有大盤即便漲 接下來就算是一個牽點向上主身段 你選錯股票你不按照股票買賣訊 宏達電你買在250的人 六個月你白忙一場 好 那劉老師的操作我一定會該買該賣 不是提醒你宏達電再見到8089那個位置點 宏達電提醒你說要換中計投手了嗎 宏達電我們已經賣一趟了耶 TPK今天破底啦 大力光即將破底了 那可乘的價差呢 好 同志們好 這是我們高價精英班 已經實現的一個操作 但是如果是我的會員朋友 中低價位群組的投資朋友 不想把資金太過於集中這些高價股票 投資朋友位數的第一波從67到82 幾乎帶你賣到最高點呢 參員幾乎真的是賣到最高一根K線 有的啊 前一波從8.8做到14塊咧 生養科從14塊錢做到22塊5咧 投資朋友 我知道過去的績效 不代表未來獲利的保證 可是我認為成功的方法 你可以不斷的複製 你尊重盤面上面技術指標 給你應該去尊重的一些交易的原則 做一個有效價差的掌握 大盤過去半年裡面 那是7800點上上下下 你方法對了 投資朋友宏達電我已經幫你操作出 400塊錢以上的價差了 好不好 那因此呢沒有辦法到演講會場的投資朋友 那廖老師會認為說 那接下來我們第三波的精英班 看著宏達電看著聯發科 即將做一個發動動作 我會希望是不是你把所有我們操盤室的手續 直接把他辦好 那這張事故診斷表 劉老師會親自幫他做一個辨別的動作 哪些股票可以留 哪些股票我們先集中到 劉老師接下來要幫你挑 有機會在這一波大盤工主身段的股票 我想辦法幫你的宏達電反敗為勝 我想辦法幫你手上其他可能是主結段股票 做有效的資金集中 掌握IC設計股向上的主身段 好不好 好 那詳情的內容以及演講會 民而有限的狀況之下 你一定要把會場的座位先預約起來 好不好 兩分鐘的時間麻煩大家好好掌握 休息講風之後再回來 台北灣2805-9898 台北灣2805-9898 高佐策略 IC設計主身段 3123號星期六 上午在台南 下午在高雄 3124號星天 上午在台中 下午在台北 三連一波約專線的2578-3000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獲得頭部 擁有期貨 股票 雙振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會資金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顧得頭顧 顧得頭顧 劉老師 投資講座要告訴您 第二季行情操作策略 IC設計主身段 3123號星期六 上午在台南 下午在高雄 3124號星天 上午在台中 下午在台北 三連一波約專線的2578-3000 你有消費的疑難問題或爭議申訴嗎 請拨打全國消費者服務專線1950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關心您 爸爸 俄派氣力窗 專利負勒斯島塊 學密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俄派氣力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對家裡打鼓也是膽有 我們現場上半段的時間我們提醒到 我認為IC設計股半導力族群絕對是這一波 你手上絕對不能夠缺少資金應該去有效集中的一個面向 那現在只剩下說宏達電相關概念股的資金你要配置多少 才會比較有效的利用你手中的資金 聯發科相關IC設計的資金的比重你又要配置多少 這樣才能夠做一個更有效的一個利用 那尤其是宏達電在這一波 呃 劉老師3月15號 3月13號跟你預告246號還要破那個位置點 聽到大家說王建民回來了 結果真的是好消息王建民真的回到陽基隊了 希望他在今年有一個非常亮眼的表現 好 投資朋友在王建民也經過了非常非常久的時間 那沉淺了一段時間之後才有今天再付出的一個機會 我覺得真的非常不容易 在這WBC全世界最高等級競賽裡面12局完頭沒有失分 好 顯示說他已經調整到他最佳一個狀況了 那投資朋友你手上的股票調整到最佳的狀況了嗎 宏達電你有反擊的計畫了嗎 好 我們聽到大家說分時指標已經到20了 昨天向下殺盤 那有許多想要還有人恐嚇你說第一劑 第一劑是有可能負值的 那你宏達電怎麼看 好 明報馬上要出來了 那如果第一劑的財報真的不落預期 宏達電後續的規劃是什麼 接下來五個禮拜到八個禮拜 你有沒有作戰的策略這非常重要 但是今天有沒有聽 你有沒有發現宏達電沒有跌了 好 已經殺到20的位置點 確認交叉了齁 那我認為你可能速度要快一點了齁 來 這個是三星電子齁 導播我們take一下這一塊 好 低波起跌是三胎壓 宏達電從325殺破到191 這三個K線叫夜星 好 你要不要往三星的臉上去貼金 好 那三星如果有主跌斷的疑慮 你應該買哪些股票 同時要避開哪些股票 那這是鴻海 你有沒有發現今天TPK破短底了 大力光好像再不拉就要破底了 你Apple的族群你怎麼看 好 這個其實劉老師已經連續講了三個禮拜 我的操作策略是什麼了齁 那演講會會說清楚講明白好不好 那這是保護生 投資朋友 我認為有一些不要去 現在真的很擔心說開放付委託之後 音樂員朋友的生意不曉得怎麼做齁 剩下700億元的一個成交量 大家還要去買入股 我真的說真的不要去開入股的戶頭 我真的不這樣建議 台灣其實保護生他本身一檔ETF 你也不曉得要買入股的哪一檔股票嘛 前輩拐走了怎麼辦 好 真的看好入股 來0061的保護生 投資朋友 從三兵的剛空過的波段起漲訊 可以定期定額的操作 尤其是指標來到相對低檔的波段起漲訊 我認為保護生接下來有一個主生段向上攻擊的走勢 那大盤怎麼跌 可是我在講保護生的時間點 我是在跟大家講歐元喔 投資朋友如果歐元進入一個主生段 你要買股票喔 你要減持債券喔 金融股的主生段也會向上噴出好不好 那如果歐元要這樣走 投資朋友 宏達電你怎麼看呢 好 怎麼樣結合宏達電 以及第三波的操作策略是什麼 你一定要知道 這場演講會我希望價值一倍 第一批復仇者聯盟 友達宏達電 聖揚科五成 一倍的一個向上漲勢 要是提醒大家休息了 因為漲了八個禮拜 好 那RSV已經開始不助漲 可能會鑄跌了 你把資金調整到第二波 先IC設計等八十九天轉折 再來做宏達電 又要是說這樣的資金運用 是一倍的一個效率 我希望這次的演講會 第三波精英班的操作策略 也會在演講會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 希望一句話簡簡單單的一個 資金配置的比率 你尊重廖老師幫你去做一個規劃 投資朋友 大盤就算不漲不跌 你照樣有機會掌握到 那有些股票這個禮拜已經噴三根掌停板 有這麼差啦 你的王建民你找到了嗎 你的郭宏志找到了嗎 你一定要領先市場去做一個掌握 好不好 這是宏達電 投資朋友 尊重指標 不要聽媒體的訊息 好 過去六個月的期間 好 想要資料的人自己要主動一點 好不好 這是從10月5號的時間點 當宏達電見到325塊高點的時間點 提醒你一定要盡量的把它減少到 只剩一張兩張喔 因為230一定會破喔 那你有沒有發現 是圖是亂畫的嗎 我們在做宏達電 每個人都想做宏達電的生意啊 我卻是市場裡面 宏達電幫你操作出400塊錢的價差 想要你有宏達電任何的問題 你交給我們來幫你去面對的人 如果你在半年之前參考週KED RSV的扣底值 這幾個轉折你要不要在六個月之前 先把400塊放在你的口袋裡面嘛 好 那別人宏達電買錯了才來找劉老師 然後每次找劉老師在轉折低點區 都把劉老師當成心理醫師 真的帶你渡過難關上去了 劉老師提醒你要賣的時候 你全部又當成耳邊封 好 演講會問大家賣了沒 每個人看到劉老師就跑得比快的 等到殺下來的時候 劉老師光來宏達電的時候 每次在轉折低點殺黑K 電話都是最多的 投資朋友你要找到你自己 反拜維生的方式還沒找到方法的人 即便這裡是主身段 你也掌握不到行情好不好 那因此投資朋友 那這張演講會非常重要 三個月為一次的演講會 你千萬不要錯過了 想要把接下來行情 做一個詳細掌握的投資朋友 我相信你會非常主動的去掌握到 未來你應該集中資金布局的一個方向 好 關於詳情 關於內容 關於場地 關於時間 直接掌握廣告中電話 直接叫徐劉老師的服務人員 所以大家投資順利 我們下週再見 隨身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你可能不知道 在你繳納健保費的同時 你也在幫助別人 因為有你這些教師要幫助的朋友 才能安心就醫 醫療資源缺乏地區就醫 減免部分負擔 謝謝你們 健保提供經濟困難民眾 保費補助及欠費協助 謝謝你 可疏機與家庭及孕婦 均可安心就醫 謝謝你 謝謝你的參與 因為有你 全民健保才能更好 關於頭顧 劉老師投資講座要告訴您 第二季行情操作策略 IC設計主身段 3123號星期六 上午在台南 下午在高雄 3124號星天 上午在台中 下午在台北 下午在台北 下午一波約專線 02-2578-3000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德投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固德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德投顧並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起貨股票雙征兆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挺你的投顧 固德投顧 這裡是我最愛的地方 這裡有我最美的記憶 這裡有最疼我的親人 出發 返鄉創業 今年創業啟動金 帶給您第一桶金 0800-06-1689 親父會關心您 實現駐台北市的夢想 準備158萬起 籠抱時尚西門町 享受頂級飯店生活 西門特區 台北驚奇 這裡不只是物流公司 引進ICT技術 掌握服務時效 用科技整合物流金流 提供創新物流服務 這裡用服務打造世界級書店 用科技讓服務更迅速 每年吸引150萬旅客 讓服務業跨越國界 推動服務業科技化及國際化 做就對了 缺水很辛苦 省水有備備 備 省水器材輕鬆省 Check 茶樓一滴也不浪費 Good 水回收利用是美德更是功德 浪費不知珍惜 老天爺給再多也不夠用